20歲的時候我可能想成為明星 那麼30歲我的夢想可能是想要一個溫暖的家庭 讓自己的孩子 對,那40歲的時候就想 可能父母身體健康 那麼小孩聽話 可能是自己人生最大的希望 就像你酒在不同的量化階段 味道也是不一樣 所以你對人生的體會也是不一樣 如果你作為你人生的釀酒師或者導演 其實在你角色裡面 你覺得最想加入什麼元素呢? 其實我目前沒有什麼想到 可是我覺得現在的階段已經先努力的工作 然後希望將來多加點元素 或許是有一個很好的家庭 然後有一個別人一樣的 每個人的問題 真的是一個幸福簡單的家庭 簡單的生活 然後開心心的過日子就好 人生最少開心的 但我還是要加他 當然每個人都希望有一個好美好家庭 但是女人每個家庭都應該是獨立的 經濟到外面 對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